大家好,我是大雷 之前在拍视频或者在直播当中 经常有朋友问我 我哪家大锅上那个管子是干什么用的 今天大雷就来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这根管子 一直延伸到 灶坑里头 给它掀盖 看到锅盖里了,全是蒸汽 正常蒸汽如果多的情况下 它会从这个管子这个口的一直流向到灶坑里 应该很多朋友也都知道 这灶坑一点火了之后 它烟筒那边上面有风 这个就会有往里抽的那个风进去 在灶坑这 所以说这个锅里的水承器呢 就会从这个管子里头一直往里进了 还有我的朋友说呢 我哪家这个灶台太矮了 炒菜啥的特别累 我想说的是我们东北这边的灶台呢 是大部分吧 都应该是这么矮的 因为它是连着这个炕的 别的地方可能就没有这个大炕了 所以说你们光是一个灶坑烧火 但是不连着炕 我们这个做饭的同时呢 会给炕还会加热 因为它是有个烟道 在这个炕的这个位置 大家就能看得很明显了吧 这地方已经热的特别热 然后它都已经被烤的变散了 这个地方呢就属于是炕头 然后这边是炕烧 这边就相对凉一些 然后这个位置呢就热一些 一般像我们来客人啥的 都会让它再睡在炕头 因为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好的 睡的热乎嘛 把水两个口 一个头一个脚 正好对应着两个锅 这个锅和这个锅 烧的火直接 这有个眼 在里面呢大家看不到 直接就捅到这个位置来了 所以这个灶台如果高了呢 那炕就会变高了 那人上去就费劲了 还有之前呢 好妹讲完呢 它这个是在我们当地上市场上买的 别的地方有没有卖的我就不知道了 大概是花了一百多是吧 一百五左右还是 不得一百二 一百二到一百五之间吧 看你买的多大的锅 好像是价格也不一样 它在顶上这个位置 还有个卡槽 一般水蒸器的水 像这顶上流下的都会流到这里头来 多了它可能就会流出来吧 是不是嘛 是用时间长了都 用了一年多了 有的地方都生锈了 也快拆了吧 嗯 天哪里呢 没有那个啥 没有蒸汽就可以拆了 嗯对 接下来再说一下 为什么这个东西 就可能很多南方那边用不到吧 因为我们东北大家都知道 室外是非常冷的 这样呢 一点火之后呢 它很容易就产生水蒸器 特别是你烧水的时候 它水蒸器就特别特别的多 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呢 它就会照成我这个 房子空间里全是水蒸器 啥也看不见了 所以说就有人发明了这个东西 来解决这个问题嘛 我以前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都会直接开门 就是把门打开 把蒸汽放出去 这样的话 有时候我直播大家会看到一个景象 就是上面会往外出烟 下面会往里进 只不过下面进的是凉气 热气是从上面出去的 这个景象在以前的农村吧 应该是经常看到的 只不过现在看到的就越来越少了 还有就是看这个墙了吧 如果看我视频有个一两年的朋友 应该知道这墙才刷完一年吧 一年多一些 还不到两年呢 就又变成这样了 看到吗 上面墙皮有脱落的地方 嗯 然后 还有下面这边就是特别的起一些 像发霉了似的 这时候太潮了 那个阿桶不干 嗯 对 我妈说的比较土也比较直接 你知道那个冬天就水蒸气 嗯 有水蒸气有一点好处是啥 啥好处 没啥 哈哈哈 保湿是吧 对 这我还真不知道 你看那个水蒸气多了哈 你等到一摸脸就滑了 是吗 你要搁那个蒸馏水 就是那个水蒸气那个水 洗脸 它可滑了了 这我还不知道 你习惯啊 习惯 那时候你静怡它 不在那个太原那儿蒸满了 我不在那儿帮它干活了 然后那个蒸馏水都躺在盆里 然后就天天早上用那个洗脸 烤滑了了 嗯 我记得你用鸡蛋清洗过 那当敷面门 嗯 那当敷面门了呗 还有一样呢 就是我经常拍视频嘛 这个镜头 从室外到室内这个过程 就很容易产生水蒸气 不管是直播啊还是拍视频当中 大家在镜头里就会看到一层白白的 那就是冷热交替车产生的嘛 还有一些可能问题大雷没有想到 如果你还有一些不懂的呢 可以在评论区提问 我能知道的肯定会告诉大家 好我是大雷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点赞观众 谢谢啊